各位球迷朋友們 大家好 大家午安 歡迎持續透過未來電視網的轉播 一同欣賞111學年度UVA大專籃球聯賽 今天為大家所欣賞到第二場比賽 是由文化大學來出戰台灣藝大 今天的千發五人名單在台灣藝大這邊 6號黃俊諺 5號的洪偉哲 2號蘇培凱 0號的范智瑤 以及7號阿拉薩 來帶人先發 那文化大學這邊則是 7號楊皓偉 9號吳少奇 0號的楊鮑羅 10號楊張宥辰 以及77號的郭家安 來擔任先發的工作 雖然真的是 雖然是外籍生 不過真的 拼佔精神還是非常 對 這邊包槍馬上過來 對 轉過來之後換到洪偉哲 這一球上籃 洪偉哲上籃得分 洪偉哲在場上 基本上 給他的時間是真的比較少 對 給球 黃俊諺給到煥智瑤得分 這樣的話成功高中 不過給予他上場的時間 確實較少 拉瑪羅轉一轉 之後的中距離拋投進 這個球是怎麼找到空間的 其實這個 初始採取File 這球傳球出現失誤了 洪偉哲 小龍上籃 今天開賽洪偉哲的表現 攻防兩端 洪偉哲 洪偉哲 郭佳安 低腳外線 再一次 那這一次投進了 我覺得郭佳安 幾位 成為就是 高中的乙籍出身 最後打上職業的球員 郭佳安剛剛連續兩次的 多得的那種進去人才 郭佳安 快速的下注上籃得分 低腳郭佳安 那現在 阿拉薩會手上來了 對 不過 楊鮑爐 這一下處理是非常非常的 起進來 這球被阿拉薩定板 但是個goal tending 不過他這個延展性 是真的蠻嚇人的 對 再來看一下 他是已經先 對 過了最高點 對 有先插到籃 阿拉薩的觀念 是真的蠻好的 阿拉薩 胡頂的三分球 進 前面幾波 阿拉薩想要 黃俊彥 背後運球之後 快速的切入上籃得分 拿到進攻籃板 腳步再晃 但被阿拉薩開了火鍋 真的 歐洲部這個球 左手差一點點 能夠放進 范茄要拿到進攻籃板 轉身之後 跑樓進球 尺度是很不適應 包含國際賽真的 衝撞的尺度會比較寬 但是其實包含走步 包含手部動作 包含自己砸自己的鍋 對 外圍 陳瑞鋒的三分球 陳瑞鋒今年 這個球站得很開 要再空掉一次 阿拉薩這次有拿到球 用左手放進 底下郭家 臉上幾層 楊張宥辰轉移到外圍來 楊浩瑋三分的出手 BANG 交給阿拉薩轉移出來 肖拉森 穩定的三分球 進 這邊終於是想辦法把整個空間給拉開 楊張宥辰 集體發球線附近的出手得分 不過今天必須說真的文化大學 今年的 穩定的位置放投三分嘗試 進 今天郭家瀾的第二顆的三分進球 阿拉薩交給熊辰 再交球 黃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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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俊傑的三分 籃板的保護上也不錯 這是快攻 前面就輕鬆的上籃了 看起來是台藝大這邊應該教練團會比較不滿意 第一節的一個領先全部都被打回籃 阿拉薩在籃底下就去拿到了兩分 對 把自己的踢 他真的非常困難 不過今天的 排藝的第一線的防守 這真的 各位都不知道對哪邊去了 勾出來黃俊傑交球給了阿拉薩 雙手扣來 阿拉薩 這個真的 第一個他們防守我會不會先做到內說 縮進來 但是 阿拉薩在籃底下還是拿到在轉移 許東辰 應急進來 這一個球被過家的蓋火鍋 蓋得非常的乾淨 單右成 交給到楊保羅的上籃得分 那這一下從 3.8 這很恐怖 對 真的在學生籃球階段 真的是硬的球技出現 就直接被淘汰了 明顯因為學生籃球就是 有一個鐵綠 沒有說兩個 但場上其實真的沒有太多 禁區的保護能力 跟他們禁區應該要有攻防 給對手的威脅 被黃俊仁給偷走 黃俊仁給到長拉森 速度協得非常的快 上來的速度打了車輪 你的四號位 他正在一對擋住喬納森的破壞力 其實很困難 兩張右承的LOG 2 喬納森飛進來 上籃得分 球員真的碰撞力和跑動能力 其實不如他 國家毫不強力 在阿拉撒面前投三分球 阿拉撒面前投三分球 關羽再給 王俊仁 哇 這做了一個新加古行動 然後再給郭家恩的三分球 再進一顆 同一個位置 阿拉撒 王俊仁給到中間 藍底下阿拉撒 對這個必須要逃回來 這個球最後是被郭家恩蓋了火鍋 郭家恩蓋了火鍋 這個球最後是被郭家恩蓋了火鍋 郭家恩蓋了火鍋 郭家恩蓋 這會變成文化大學的下 楊浩偉集挺的龍吐進 楊浩偉 這球又被陳龍給偷走 陳龍交給楊浩偉 這球放進了 再度把比數 現在三秒鐘的郭家恩切進來 集挺 假動作慌一下 這一球進了 吃掉了阿拉撒 火鍋給到中間來 是個不錯的選擇 再來名下宏偉哲打進 轉移出來 再回到楊保羅 外圍三分球出手 BANG 楊保羅十四分的得分 郭家恩 這個也太容易被晃開了 這是楊保羅 外圍的三分際 華大學60B53了 讓彈一大 楊浩偉還在場上 抱歉 范姬 這一次的龍吐有了 阿拉撒進去硬卡 但這球被郭家恩蓋掉 我覺得說其實這裁判 當然場上必須是要一視同容 不能因為你的膚色 雖然現在的尺度已經 就2005年 那前後已經是 嚴謹很多 是 但是現在的 整個在 目前不用打得很像很絕望 阿拉撒進不到籃底下 這一球要反對 競算N1 整個是他的打球 命中率是17.6% 17投3中 那進攻籃板的一個次數上面 反倒也落後於文化大學 這是讓大家比較壓抑的事情 然後再加上失誤的次數 也多於文化大學 而在今天這場比賽 就由文化大學 以67比63拿下了賽事的勝利 那麼大尺 分析